早期台湾人生活形态节俭朴实,小吃料理因应而生。 相对于盛宴佳肴,台湾地方小吃因为具有乡土野趣,可以体现出各地的文化性格,甚至历史与地理的特质,就地取材成为地方小吃的一大特色。 具有地方特色的台湾小吃,是品味台湾美食重要的一环。 而集文化、古迹、美食与一身的府城台南,是台湾历史的发源地, 也是台湾小吃的重要起源地。 台湾素有养殖王国的美称,台南可说是全台湿木鱼最大养殖场所在地。 活跳跳的鲜鱼,成为来自各地掏客的最爱。 各式富含营养价值的湿木鱼做成的美味料理,也成为极受欢迎的常名美食。 此外,最为人所熟知的小吃,大概就要算蛋仔面了。 我登储物之前,他是在安品之间打鱼的一个渔夫。 因为那个海巷都好,还有台湾季节都没有办法打鱼。 所以呢,他就想到,啊,挑子蛋仔。 他就用那个肉皂啦,还有虾子呢,去做糖头,烹调出一碗所谓的蛋仔面。 台湾小吃料理也渐渐走向精致化与品牌化。 重视店内的装潢与气氛。 打造台湾小吃特色,成为国外掏客来台必访的在地的美食之旅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